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场比赛的搬BIG ESTA蓝色方 我们这样对于SWIPER的压力很大 是的 SWIPER处于一个红色方后搬后选 我们可以基本上说 首先要搬一手诸葛亮 这手搬BIG是B给的 对 选侧先搬 ESTA要搬 首约要考虑一下搬量 首约是不能放的 其实SWIPER可以 我要是我的话就不搬首约 我甚至可以考虑把诸葛亮放出来 我拿一手首约 因为首约对到诸葛亮其实还是 是可以去打一下的 如果太危险的话就搬掉诸葛亮 但是这样的话 ESTA就可能会拿到白力首约 现在对于SWIPER来说BP非常难 搬白力首约的话 所以说他要两个都搬掉 对 都得搬掉 他放每一个都不好 是 如果说不搬的话 就是对面拿到诸葛亮的情况下 SWIPER还能拿一手白力首约 我们看一下ESTA的打法 搬掉孙并 搬掉孙并 你如果搬诸葛亮 我就直接可能要掏个 也不一定就掏不知火舞 还有比如说鱼姬 对 像我那几个英雄 但是这一手关键SWIPER这边 不搬吗 放诸葛亮 我真的敢打 这样的话没有中单孙并的情况下 放了诸葛亮出来 我发现真的有时候 怎么说呢 年轻人鲜衣怒马 意气风发 出声牛都不怕虎 但是这个赛季以来 每一周只要敢放诸葛亮的队伍 在ESTA Pro身上都吃到了痛 对 只有一场小局是摁住了这个诸葛亮 但仅跟着第二局就又被打回来 不信邪啊 我正是老夫了 翻掉花木兰 可能是在为他们的编路做考虑 还能拿到一手鱼姬 但是这个真的 我是不看好这一手 我觉得诸葛亮是真不能放给伪装的 鱼姬的poke能力很强 前期也不用太失禁忌 这样的话ESTA立马把米月拿掉 你该怎么办 但是诸葛亮的一个收割能力太强了 只要让ESTA拿到优势 这个收割实在是没法想象 那我们不着急 我们看一下 如果Sniper这么选的话 ESTA如果把米月拿掉 Sniper就真的难受 Sniper就只能出一个 不知火舞边 或者说是不知火舞中路 这样的话其实并不好打 看ESTA怎么选 拿个米月其实没有任何问题 老夫子 关羽 关羽 关羽有可能是让诺言使用 哇 这个 我们仿佛回到了三国演义的世界 祝国亮 关羽 张飞 是 再来个刘备 刘备打野 其实之前小鱼在的时候 是使用刘备上过的 是 拿个刘备打野 再拿一个赵云边路 完美 为生 阵容无敌 我们看一下Sniper的三四拳 怎么样选择 这样的话拿到鱼姬的话去中路 其他位置应该是要拿到米月 米月是要拿着 米月现在不拿到的话 这阵容是有缺陷的 就用拳头来打开 少主 这一手是拿来针对祝国亮 我感觉这三手都要打 米月还是拿掉比较 因为如果真的不拿 一撒打一个无射手体系 出个米月一点问题都没有 米月 娜和露露 娜和露露去打野 米月走个边路 没错 双边路 这样的话中单不止和 边路 应该是不止和武器走边路 但是不止和我边路 其实不如米月下锅好 我感觉 走不通的路 就用全球来打开 如果说有米月在的话 一个后期的伤害量会更高一些 而且还能扛 看一下打野位 这边确定了达摩 把几手如果是赵云 就真的 这个蜀国无敌 这个阵容叫做 对 如果再来个刘备的话 刘备也是无所谓 刘备加孙上将 夫妻关系没关系 看一下最后一手 潇洒 四个三国人 辅助 看潇洒这边 鬼谷子 还是拿鬼谷子 因为整体阵容是偏激进的 配上鬼谷子的话 整体结构会更快一些 进攻性更强一些 前期这个阵容是真不太强的 除了鬼谷子这一个点 鱼姬还可以 鱼姬还可以 那和露露一般其实 前期一般 需要一定的优势 对 最近马前期肯定打不过达摩 孙上香我就不说了 前期也强 张飞 关羽 诸葛梁 这哪个英雄 不是前期超强的这种 一三五个位置 还是比较吃发育的 是 而且这种的话 查神拿到了他的张飞 哪像拿到张飞的话 是真的刚 那这样比赛 Sweeper要吃一千掌 记住去遏制下 孙上香的发育 星辰这个打前速度 有点过分 前期怎么打前的 中路打团没关系 你们四打五 兄弟们 你们打团我发育 对 这一波可以说是 对队友自信 但是换个角度讲是心真大 如果那一波 Esta没有诺言 那一波侧面切进场 就是一波团面 也有可能是队友 为孙上香 做出了一定的牺牲 他们来吸引火力 让孙上香安稳发育 真的那一波团战 就上一场比较低团战 没有诺言的侧面切入 Esta Pro那一波就崩了 对 还比较危险的 这种容错率有点低 搞不好就崩了 不过还好 他们是利用自己的一个运营 打出了优势 没错 不过这样的双方阵容 确定完毕 Esta赚一手治疗 是 SWIFER这边是四个闪现 加一个成绩 是 今天在场的小姐姐们 延迟都很在线 一直都很在线 哪天在场的小姐姐们 延迟都很在线 这句话是我必须要为他们证明的 是吧 你也不看今天谁生日的 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 Esta 继上一场 孝主拿出关语之后 诺言又寄出 最后她的关语 诺言的关语其实也很强 这个是我们很久没见到的 因为关语并没有像曹操这样的英雄本 但是你放出来的话 他也是敢拿的 关语的话 一旦他打出了优异伤害 配合到朱格亮收人头 是一个很爽的事情 他的伤害铺垫能力非常强 就是他的压血线速度非常快 能够管到关语的不出户 这里还可以 而且我们知道 关语张飞朱格亮足球对阵 又来了 有伤害有控制还有收割 这个阵容野区近乎无减 无论是关语或者诸格亮 这个两个英雄都有一定的收割能力 是 孙上香又有张飞一手后手保护 你说孙上这个阵容凶吧 但是张飞这一吼 为Esta提供了很高的一个容错率 Esta这个阵容除了 Esta这个阵容除了怎么说呢 就是说关于这个点不太稳 别的点其实都很稳 这么说来 感觉这场依然是死为会一场敖战 来看一下 双方的对线方面 应该会让鱼继续中路对到诸格亮 因为不出后舞队的话真的是不太好队 边路可以不出后舞队到关于 双对到关于 这老父子对关于也没什么太大压力 倒是还好 对线方面倒是谁跟关于队这场都不太难受 好那么进入双方第二场比赛 蓝色方Esta暂时比例领先赛点局 红色方Cyber暂时落后 我是李秋 我是琪琪 加油 Cyber 加油 Cyber 加油 Cyber 加油 好的那么看一下Cyber是否能够 搬回城 拉回自己的赛点 打破自己的魔咒 不过目前来说确实看起来很难 这件强行拉脱 但是这个位置拉得不过彻底 拉不走 两个路再打红吧 再拉一波 但是哎呦 这是为拉脱蓝吧 不择手段 Cyber这里做得很到位 但是伪装是个诸格亮啊 直接就把鱼续拿到了 一个开局这样就让伪装拿到鱼续 这个该怎么办 开治疗 唇位加速跟上再打 被动出来 再踩闪现 进场打一套 这个伪装有点凶 哇 拿命换 不怕 Pyger这里还能走 我的天 查神这个张飞也保得够彻底 伪装这里表示真的 杀一个狗本 杀两个赚一个 人固有一死 玩死不如早死 反正人头到位 早死早CD 但是这个太爱凶了 这就拿到两个人头 其实跟灯 余季已经配合到辅助 把对面逼退了 这个时候已经OK了 不亏了 那这是什么概念 但是追的有点太深了 我们看一下伪装拿两个人头 什么概念 出门就一双 抵抗之靴就出来了 是 这只真的是有钱啊 想当年真的家里穷的时候 五口人一双鞋 谁出门谁穿 看现在是什么待遇 出门这就是一双 相当相当贵的 贵族才能穿的鞋 抵抗之靴 这样的话 对线的时候 不准火舞要难受死啊 这一手蓝博这里 还是没有让余季来跟伪装队 本来就不好队 对面直接裸出了一双抵抗之靴 这个真的 1300的经济 再加一本500的书 这个诸葛亮太肥了 1分57秒 两分钟的时候 这个装备的诸葛亮 一般来说 这个时间能把抵抗之靴 做出来就不错了 最多再做一本小书 多选 目前来说他 伪装是全场经济最高 这样的话 Sweeper真的要小心谨慎 再小心 太危险了 这个局势 打魔刀四 还好 鬼屋子撤头去 但这一手 开爆军的话 感觉压力不大 我们来看一下射手数据方面的对比 星辰和小鱼 KDA方面 星辰这边 使输出伤害占比23% 但是呢 这个KDA可以说 因为他打得少 所以小鱼的KDA虽然低 但是不能代表 星辰这边保命就更强 但输出占比方面 小鱼稳定在23% 星辰一场23% 可以说星辰有潜力 但小鱼更稳健 这一波大招打出来 蓝波直接这边收掉了张飞的人头 但这波诺言进场 第一技能没转出来 被拉住这边要死 拉到了 这样要坏事 再打一波 伪装这个位置能不能收起来 也要被粘住 不出问题的话 应该是没办法再收人头了 而且很危险 又被拉到 这里要出事啊 一个大军闪现 跟上小鱼很快的速度 闪现拉不让走 刚才似乎是同样的方式 你二技能 闪现进塔 收我一个人头 我就闪现进塔 把你拉回来 这就是 我为我兄弟报仇的方式 是 但这样的话 孝主会更赚一些 毕竟对面是诸葛亮 是 而且很肥的诸葛亮 怎么说呢 就是 他刚才怎么死的 我就让你怎么死 真的 我不说大哥好多年 孝主很有个性 是 准备一只 想抢 差一点点 闪现走 大招 双方把经济差拉回了远点 这样的话 比赛回归到了最好看的一面 也就是说 前期伪装 拿到的那个优势 现在来看 没有那么明显 是 但是也没落后 洛言那个位置 其实大撞得不错 但是因为 只是一个救人大 推开四个人之后 其实被绑到 等于牺牲了自己 孝主这一天表现 不同于往常 感觉状态更好 今天的孝主 是打鸡血的孝主 是 今天的孝主 平时的孝主 属于大孝主 打得不好的时候 属于微孝主 应该属于黄孝主 一手推墙进场 伪装又来收人头了 大招 蹦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下 这手又是双杀 咖喱gaygay 被动收掉 这一个猪狗 这个猪狗亮 怎么说呢 一斯大 在一斯大当中啊 张狗是收人头方面 有最丰富经验的人 他在上个赛 一直在干这个事情 在队友可以 会让给他经济的情况下 会把这个猪狗都很 关羽 抢手 哎 这下出射 哎 没有选择 没有大招 大招 还好 这手大招 没在CD的话 效组只要交代 因为只要一定到墙上 关羽可以把你推回去 是 这一波 一斯大也是打回了 经济的话 领先了 也不太多 就几百块 是 看一下 是不是有小法 小秒 但是伪装反应够快 奶茶再把潇洒推开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蓝博就不太好 跟伪装对线 强压血线 不求打死 你就是要压惨 你 这种情况下 会出现一个什么效果 很多效果班都不明白 为什么看比赛 经常会发现这种 对面半血 猪狗亮一个大 又收不了人头 近CD 都会觉得很浪费 但是其实是怎么说的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把对面的中单 压成这个血量 对方是没有办法打架的 都要回家了 就说你 如果这个时候 我开始了小规模团战 或者一波大团战 你是没法参团的 那就是多打少 对 而且如果你选择回家 你回家的出来 我大招基本上也好 祝格浪本来CD就短 他还出了石神之术 减CD 减20% 还有蓝buff 现在他减CD 这边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快满 基本上就是说 大招的CD 已经捡到了极致 很快就有一个 不用省 下路这个塔也不好办 没有办法守 是 因为我们不要忘了 其实星辰这边 也是个C位 伪装的诸葛亮上场 吸引了对方所有的注意力 可以说这波仇恨拉得完美 狗哥的嘲讽脸 诸葛亮在场 就是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 实际怼我 只要你们怼我 射手起来了 小傻拉到了 但是 这个人有点忍不了 Tiger这边 不愧他的名字 真的虎 你敢摸我一把 我就敢捶死你 但这拳没捶到墙上 很难受 这一枪 有点痛 又一枪 哇 先逼出效果的闪现 来来绝境 来看一下 诺言这个位置 想反点一 赤人老夫子梅 大招伪装 右手人都再踩两个 优势双杀 三杀 再来一个大 哇 林总 还有一个大收个兵 展现出了一种极致主意 伪装对于伤害 许亮这个计算 真的太精准了 是 这就是我说的 还是那句话真的 每天出门之前 就像我今天在 因为我今天生日嘛 我家里人给我打了个电话 跟我说 你们那边降温 每个时候有点冷啊 他家人问我说 你要不要穿条秋裤 我说上海其实不太需要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 就是 人有时候真的 能不能 怎么说呢 不能不信这个鞋 因为确实这三周看起来 没有一支队伍 在放了伪装 出伪装的情况下 能有好结果 所以说你今天每穿 秋裤是不是很冷 其实今天天气是有点冷 所以来信仰的小伙伴们 一会走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暖 因为今天比赛打得比较晚 你们离开的话 天晚的话会更冷 那如果说有的小伙伴 他们衣服没有带够呢 你会把你的衣服寄给他们吗 没有办法 我可能没有那么多 我可以给他个袖子 好吧 先到现在 这个位置 拉到硬杀就是帮你走啊 认准 这个叫什么 你知道吗 认准国家知名商标 纳赫鲁鲁家鬼骨子 拉到就是鸡鸡 拉到就是鸡鸡 是 完全不给面子 贼猛 中路这边 一大可以轻拨冰线 上路老父子还在带线 关羽是不是要过去管一下 主要校主那边上一波团队 为什么会比较伤 主要是Cyper这里就伤在校主这个点 本来校主是很硬的 莫名其妙被孙伴箱点两个暴击 点掉了一半血 急痛 脸黑 是 孙伴箱这边 我这个位置 诺言 诺言这边遛马了 诺言这边遛马了 哇 这一手 诺言朝着马屁股就是一种 还好跑得快 这一手真的 我想这是纳克鲁鲁咬了一下屁股 如果是老父子过来 一个打这个就叫拍马屁 抓住就是拍到死 真的根本没有办法 太可爱了 但是这手蹲其实蹲的真的很很极致 如果真的蹲死了诺言 就是反打 下路诺言强新手边路的外塔 现在光一个鱼姬是不可能收到这个关羽 因为鱼姬大招留不住关羽 是 看一下纳克鲁鲁的位置 关键的对于Cyper来说 知道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处理伪装的情况下 处理好星辰这个设施 闪现过墙接二技能 奶茶一个吼强行保晒伪装 那这个位置诺言侧面要进场 一刀砍三个很痛的不开大 斩残了于Cyper和兰博 这边鬼骨子响拉拉完之后 老夫子绑一手先秒了伪装 于Cyper拿到这个人头 张飞也吃不住了 这个时候看星辰能不能站出来 撞香一发二技能再点 诺言这个时候开启大招 想追死诺龙 这个时候翻滚闪现 再一枪接平衡再收一个 兰博这个位置没被斩到这一刀 强行守住了这一波二塔 两边打得有来有回 伪装真的是承受了全世界的伤害 感觉这个世界对他真的是充满了邪恶 恶意懒懒 是 还好刚刚是鱼技一键收掉 不然的话伪装这边还会定 真的伪装这一波团战被击火的这个程度 印了四个字叫做数大招锋 是 因为他毕竟也是一个输出核心点 那这样的话是变相的 让星辰这边的发育会舒服很多 但是不得不说 Sweeper这波蹲得真的漂亮 在这种时候如果一味地缩塔缩野区 缩可以说是缩高地 这种时候这场比赛可以说就交代了 在逆方的时候大家要选择的是什么 防守反击 挡拆挡拆挡完还有拆 防守之后要有反击 纯防守是没有用的 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蹲掉对方的关键性输出 把它击杀掉之后 击杀关键性输出其实是为了什么呢 减少经济差 看下这个位置达摩又被蹲掉 Tiger被杀掉 只要你杀掉对方一个人 我们看一下达摩 4600的经济差 Esta这边落后了2000块 我只要蹲死这个达摩 我的经济差等于说我还反超了3000 对 如果 如果我蹲死的是这个伪装 我经济差反超了4000 我倒是觉得 仙格现在特别需要这样的一个打法 对 就想得有点远 对 仙格一直都在防守 如果说他们能够 有一定的进攻性的话 我觉得效果会好很多 对 不过这场比赛的话 其实Separd在这点上做得不错 对 所以他们这几次反抓 只要能够蹲死掉伪装 或者星辰中的一个 他们的经济差就等于瞬间被拉平 这就是一道数学题 我蹲死了一个8000的人 我等于拉近了8000的经济差 在这个位置进超 一瞬间 瞬间秒掉 对 动入雷霆 瞬间直接秒 这一波Separd 直接慢慢地找到了 一丝翻盘的契机 但是还不够 天暴军到手 这一波团战 如果被Separd抓到机会 打起来的话 对Separd来说非常之凶险 是的 中下落的外塔 全部被拔掉了 没错 其实在外面打团 是不太理智的 看一下諾隆这场 但也被伦克鲁鲁鲁出药的破军 经济还不错 全队第一 四干二干五 但是反关相一斯大 72007300的两个C位 关羽都7000了 三人7000啊 三个人都要比Separd 这边最肥的脸还要否 进场兰博这一套打得很完美 再拉一手两个极致操作 但是奶茶吼出来了 这一吼直千斤 翻滚再点 点死于一声再锤 闪现逼出来潇洒 这边非常难受 绕后一下 刚才娜和露露 这个位置诺龙 想要找伪装 但是找不到 再接一个大招 这是探位置 这属于GPS型的大招 这是一条线 告诉关羽 这个位置在哪 我现在诺言真的 骑马出去 还有带着定位的 贼拉风 伪装式 这是批野马 这条线就是告诉他在这 防止镜头从左开 我这一波高地被压掉很难受 真的奶茶之一吼吼出来了 极限吼出来 没有吼出来 这一波非常伤 一波吼出来之后 关羽不能眼看自己的三地 被打成残血 按耐不住一刀斩 就斩开三地 高地塔要掉牙 是又一推 推开对方的一个推 诺言这边使用自己的大招 骗掉鬼谷子的一个二体能拉 拿到中路的一座高地塔 这波接着赚的这个大闪 把他刷上伤 很亮效组 进场但这一波 蓝波被挑飞 没有能够秒掉 非常的不舒服 张飞这个位置没有大招 很极限 伪装这边要撤 对方血量不是好 骗龙这个位置进场 一扑扑死对方 剩了一个张飞 Slipper完美反打 这波有没有机会 33秒能不能反推 带着炮车 最快复活 诺言18秒 18秒 看选不选的反推 其实有点点难度 一波不了 但是能够打个主宰 推个中路的颠外塔 高地有没有机会 其实不一定的 20秒的是 诺言复活这波不行 对 可以推到二塔 可以推到二塔 冰线不好 所以说冰线什么时候 冰线为什么重要 冰线讲不好 就是另一条命 好冰线 在拿到这个主宰之后 其实双方 就没有一个亲戚差了 来看一下这波团队战 诺言其实这个 大财巧 虽然破财数高益 最关键还是在于 效率这一个大闪 看一下 大闪隔墙一个宝 完全打了一个 对方的思维的定时被打破了 这个位置 蓝博也是打得很瘦 甚至战场 关键在于奶茶 这波没有大招 可以我这么认为吧 我觉得这波团一撒的 第一个问题在于 在于没有等到奶茶 我大就开团 这个是很关键 第二个点 诺言的这个大招推开 鬼谷子其实有点浪费 想要用一条命去换一个塔 其实这样他们是赚的 也是赚 只不过被老夫子留住了 对 其实刚才如果没有那堵墙的话 我相信星辰会更小心 他这个隔墙大闪 真的是极限操作 对 完全是让对方 没有反应过来的绑到 这种一旦绑到之后 老夫子的大招在后期 只要一旦绑到了一个脆皮 就已经宣告了你的死亡 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对吧 这波是比较惊喜的 是 伪装位置很危险啊 这个 伪装现在真的是 承受了满满的恶意 没有想到在伪装 这么顺的情况下 现在能被对方 扳回到这个前面 与其血量被压低 我们看校主的位置 看校主绑到伪装了 守株带兔就是等你 还有谁 张飞以后强行保释来 但是杀不了 诺言侧面竟想推四个 还在追击 伪装这波状态很好 再找机会收割 能不能收得了 张飞这边还在顶位 一双大招被拉回去 秒掉了 关羽再斩一刀 这波要出事 不说一团 意思大气波可能要黑 还剩一个张飞 是 但是能源这边上来 很高一大胆 他也不行 还灭带猪在先锋 可能要反一波 最快复活 星辰20秒 很伤 我们来看一下 斯维伯使用的机会 只剩一个孙上香 压高地13秒 感觉可以 10秒钟 来不及复活 星辰 来不来得及 我们看一下 拆掉高地 压到这边 应该是ok了 不说你的话 主宰先锋跑 留点点慢 随便很着急 进场 三加四下 反推了 恭喜随便 1比1 扳回一局 2 6 2 9 1 2 4